这一期我来到伦敦双层红色巴士的车厂 了解这家巴士公司的最新发展情况 伦敦的红色双层巴士部分是由巴士公司Metroline经营的 它在市场上已经有27年了 在2003年被康福德高收购 但是整体营运和管理还是沿用了以往的模式 在伦敦的大街小巷 双层红色巴士从早期到现在这么多年来 一直是这个城市的重要标志之一 Metroline是伦敦的第二大巴士公司 拥有5000名员工 当中的4500人是车长 今天来到了Metroline巴士车厂 要访问的就是资深的巴士司机Steve O'Rouke 你好Steve 早安 你好 早安 欢迎你 如何保持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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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 这个车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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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在这家公司服务了30年 目前的月薪大约是2400英镑 相等于4300新元 除了开车 车长在开工前必须先检查巴士 每个月公司也会给巴士进行检查和维修 而且巴士必须通过当地政府规定的 常年安全检查 伦敦的巴士和地铁员工罢工事件实有所闻 这对公司的影响非常大 公司主管车长设认为 长期来说 公司面对更大的挑战在于 如何减少巴士的碳排放量 所造成的污染 今天的红色双层巴士外形摩灯 而且采用混合动力方式来保护地球资源 而第一辆红色双层巴士Rootmaster 在上世纪50年代问世 现在已经基本上不用了 好 我接着呢 要请的就是资深巴士司机Steve 带我近乎的了解这一台新款的Rootmaster Steve tell us more about the new Rootmaster 这一台新的Rootmaster 和我们的新款Rootmaster 相当于我们的其他古墙 是有三个门的门 一,中间,一,中间 一,中间,一,中间 所以,买到一位的门 那是非常便宜的 这就是买到柄里面 如果人们在买到柄里面 他们会有个类似的 创似的 这一点呢 跟新加坡是大致相同的 他们这边叫OysterCard 那我们在新加坡搭乘巴士是Easily Link Card 可以赔钱吗? 这些买到我这些旁边 你不可以赔钱吗? 你这些买到柄里面 这点呢 跟新加坡是大致相同的 他们这边叫OysterCard 那我们在新加坡搭乘巴士是Easily Link Card 那我们在新加坡搭乘巴士是Easily Link Card 那我们在新加坡搭乘巴士是Easily Link Card 但難道你不能通過 哦 這個羅登的這款新型的Ruomaster 總共我們看到的有兩個車子的階梯 那跟新加坡是不一樣的 我們在香港只有一個車子的階梯 你會有聲音從這裡 你會聽到每個車站的訊息 每個車站的訊息 它會告訴你哪個車站的訊息 所以你會做的訊息嗎 沒有 車站的訊息不需要 這全部通過 當巴士要行駛到下一站之前 乘客可以通過這個自動化的廣播系統 來知曉下一站的名稱是什麼 這個有點類似我們新加坡的地鐵 MRT的一個形式 第一 氣體排放量 可以減輕對環境造成的污染 巴士上的設備先進新隱 同時又照顧到乘客的安全和需求 難怪巴士是倫敦市民 出行時候的首選 也是他們最常使用的交通工具 我忽然發覺剛剛在片子當中介紹的 這倫敦的雙層巴士是有三個門的 而且不說大家可能不知道 原來現在本地 陸陸交通管理局是在上個月 就已經推出了本地的第一輛 三門巴士 因為要先測試說在本地是否可行 但是現在路上一共只有兩輛在實行 對 其實巴士的款式可以是很多樣化的 而且不同國家的巴士 有各自不同的有趣設計 今天來到節目現場這位厲害了 巴士發燒友 他收集巴士的模型 歡迎他來到現場 劉盈君 劉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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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喜歡巴士的人 我不知道 據我所知應該不會太多 當然也是有 不過很好奇 你為什麼會喜歡巴士 可能就是以前我跟我爸爸在香港的時候 就是他 因為我們沒車嘛 就是要依賴交通工具 而香港的巴士大多數都是雙層巴士 然後香港以前的巴士都是沒有空調的 所以我就很喜歡把我的頭啊手啊 都會塞出去窗口就是感覺一下風啊 那些風景之類的 是 這特別有氣氛 就是特別有氣氛 然後又是跟我爸爸上去嘛 所以我看你還收集了好多巴士模型 今天你帶來了耶 幫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 好啊 第一個這個紅色就是剛才在廣播有播出的 就是倫敦的巴士 它跟新加坡的就是外表的那個設計很不同 看得出這些都蠻四方形的嘛 這個就比較圓形嘛 有點像麵包 像麵包車 好可愛 就是 對 你小心 對 這個很貴的這些 等一下別動 這個它的外表呢 就是比較圓形嘛 是 它裡面就是有兩個梯子 就是三個門 可能模型沒有看得這麼清楚 對 新加坡大多數的車都是一個樓梯兩個門 對 交通工具有就是有規定 就是說那個可能不可以在路上跑嘛 然後現在有一輛車已經有已經在跑 在路上跑就有就是跟這一款的都一樣 就是說兩個門 三個門兩個梯級 那我們跟香港的巴士最大不同是什麼 通常巴士 新加坡跟香港巴士的外觀都差不多一樣的 這是香港的嗎 台灣的 這是香港 這兩輛都是香港 它寫著長紅耶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就是酒吧 香港酒吧 它是金色的 這兩隻是乘巴 可是這兩個模型都一樣 有你小時候沒有小時候 沒有你小時候的 沒有 小時候那個電動車 像這種巴士現在在香港還看得到的 看得到 這都是新款的 新款的 是 這個是穿梭仪 就是機場到城市 這就可能在城市看得到 這兩兩都可以看得到 是 那這些模型是不是越大越貴呢 也不是 也不一定 你猜哪一輛最貴 我跟你講 而且這個認得的人請舉手 你知道哪一輛最貴 這個 最小的最貴 哪一輛這輛還是這輛 我覺得是這一個 這輛 那你呢 認得的人可能不敢說 你覺得這個嗎 來 說 它特別 這輛是最貴的 這輛 當中這輛最貴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從香港特製 巴士 模型 就是我最喜歡的 新加坡巴士模型 然後去香港做 對 我就是 那什麼呢 其他的模型就是 就這個小的最貴 就這個163 對吧 對 163 其他的巴士模型 都已經大量的生產了 就這一輛 是我自己要求 特製香港製作出來的 所以他們會比較貴一點 那這多少錢 新幣250塊 這是兩年前的價格 這個還都會升值的是吧 對啊 因為這個 目前 只有一輛 就是那麼一輛 就是只有我 對 就是那麼一輛 而且我知道 劉小姐 你的男朋友 也喜歡這個 是吧 對 他也是很喜歡巴士 他也有模型 有 那他的模型 現在都變成你的了 沒有 我也希望 你們是因為這個 認識的嗎 可以這樣說 嗯 是 那我知道 太浪漫了 太浪漫了 也結識了不少的朋友 有一些活動是吧 你們偶爾會 就是我們有時候 發燒油 半年一次就會租一輛巴士 然後就會邀請朋友們 上這輛巴士 就是可能就是說 一輛巴士的價格就有300多塊 然後旅遊一下 大家交流一下 對 生命寫在I love you 都值得了 謝謝劉小姐 大家都學到了 謝謝 生命當中 除了忙工作忙事業 有一些愛好 也讓生活更加有情緒 的確 生活是很重要的 好 今天節目呢 也就為您信息到這裡了 非常歡迎您 可以通過我巴頻道的 新聞及時事節目網站 重溫我們的節目內容 來 您也可以通過 事成有約 面部網頁給我們留言 明天事成有約 我們與您再會 再會 感謝我們 各位觀眾們 好 我們今天 我們下次見 喜歡 過 開拍 我們 來 拍了 我們